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有些恶鬼邪妖蛊惑人心 祸害无辜 其实我们都知道 先生其实是借鬼怪来说人事 世间哪有鬼怪呢 有的只是人心的善恶 所谓的鬼迷心窍 无非就是人内心的恶被某些事物给激发了 人内心的恶一旦爆发 那人就变成了恶鬼邪妖 于是就会做出一些穷凶极恶的事情来 地处晚期的太湖县曾经发生过一件离奇的事情 一个中年女子大白天在山路上被人离奇地打伤了 而且最终不治身亡 那天早上我们起来就是给他鸡尾了调以后嘛 就去上那边那一条小河 那个小河边就洗那个洗衣馆 讲了洗话 回来吃了饭 吃了饭 当午我就没去 一直叫到我老婆打电话给我 他在那山上被人打了 受伤的是当地38岁的村民王靖平 这位介绍当年情况的是他的丈夫 王靖平两口都是普世的农民 王靖平的丈夫怎么也想不到 是谁会把气质打伤 而且伤得这么严重 根据伤者拖鞋所处的位置 警方判断 案发现场应该是在一条偏僻的洋场小道上 在灌木丛的旁边 警方发现了一滩血迹 除了血迹和呕吐物之外 警方在现场并没有发现搏斗的痕迹 也没有发现嫌疑人的作案工具 警方推断 作案工具是锤子或者是斧头之类的东西 这些工具都不是随手就能找到的 而现场又在山里的小路上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刑凶者很可能是有备而来 那么这个时候找到作案工具就非常重要 为了寻找凶手的作案工具 勘察人员对水沟 树丛 山路 都进行了详细的排查 在现场警方暂时没有找到凶器 不过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 在案发的这条洋场小道上 沿路竟然散布着一些黑芝麻 我们跟随这些黑芝麻向前走 走了大概100米之后 发现了一个三叉路口 这个路口分别通向了乡邻的三个村落 而地面上的黑芝麻指向的路线 是通向一个叫渺丰祖的地方 听村民讲的 因为这条山路是近路 所以附近的居民 以及一些流动的商贩 都会经常逐进这里 那么留下了黑芝麻的人 会是渺丰祖的村民呢 还是流动商贩呢 他和凶案有没有关系 正在医院进行抢救的王进平 又能不能提供更多的线索呢 大家都希望王进平能够早日苏醒 指认那个袭击他的凶手 但是没有多久 无幸的消息传来了 由于伤情严重 王进平最终不治身亡 王进平的头骨被打成了粉碎性骨折 可见凶手是多么的凶残 一个农家妇女 到底谁会对他下这种狠手呢 法医事件之后发现 如内粉碎性骨折 是直接导致王进平死亡的原因 另外法医在死者的左手上 还发现了兴芒状的裂伤 受害人没有来得及反抗 就被打成了重伤 这说明凶手下手突然 受害人根本没有任何的预判 那么凶手为什么会突然 对一个女性下如此的重手呢 图谋不轨 企图性侵 案发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死者家人告诉记者 最先发现王进平出事的 是一个叫李辉的村民 当时呢王进平还能说话 他是用李辉的手机 和丈夫取得联系的 他打电话 刚才刚才两句话 快点累久 我把人家打得等着要死 李辉告诉警方 当天上午他骑着电动车 去镇上的菜市场买菜回家 途经事发的山路 就看见了倒在血泊中的王进平 监控的时间显示 李辉离开市场的时间 是10点46分 大约10分钟之后 他来到了案发现场 而另外一个村民反映 他在10点25分 路过了小河边的时候呢 并没有看到洗西瓜的王进平 也就是说 王进平遭遇图色的时间 应该是10点25分 到10点55分之间 10点46分 李辉骑着电动车 从市场方向过来 途经事发的山路 一路上没有看到什么人 这就是说凶手应该 就是向三叉路口的方向逃走了 那么这把我们引到了 三叉路口的黑芝麻 到底是巧合 还是确实是凶手留下来的呢 这些散落在地上的黑芝麻 基本上呈现一条直线 而且非常均匀 应该是从一个 匀速运动的物体上洒落的 而且这个物体运动的速度 不会太快 这匀速速度不快 是流动商贩吗 这些芝麻会不会是一个 推着三龙车的流动商贩留下来的呢 法医尸检之后发现 王静平是在毫无反抗的情况下 被人从后方实施了猛烈袭击 导致颅骨粉碎性骨折 下手如此狠毒 莫非是仇杀吗 而根据死者头上的伤痕 法医判断 凶手应该是一名身强力壮的男性 推尸马 三龙车力气较大 根据这些个线索 能不能找到凶手呢 夫妻和睦 邻里和谐 是谁要对一个村妇下毒手 我们这个人老老实实的 从来不跟谁接仇 也不会跟谁接约 年轻小伙 离异光棍 谁更像是凶残的杀人恶魔 有一个叫麻子 这个附近 经常喜欢调戏附近 不可思议的白日杀鸡 拍案正在播出 太湖警方立即派出了摸牌小组 以三叉路口为原心 对周边的四个村子进行了走访 挨家挨户地寻找 16岁到70岁之间的男性 重点排查和死者王敬平 有矛盾的人 走访调查中 我们发现王敬平为人老实本分 遇害前几天也没有任何的异常 平时夫妻二人也很和睦 我们这个人老老实实的 从来不跟谁接仇 也不会跟谁接怨 夫妻和睦 跟邻居也没有什么仇怨 那么仇杀的可能性不大 到底凶手的动机是什么呢 就在这个时候 王敬平的一个邻居反应说 在案发的时间段 他曾经听到了 收购芝麻的吆喝声 那么这个商贩会不会有什么可疑之处呢 当时他看的时候 就是看见一辆三轮车的那个后面 后轮 这个收购芝麻的人 会不会和这起案件有关呢 根据村民们的描述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那个 收购芝麻的流动商贩 在案发当天 他也到了这个案发现场附近 就是收购这些棉花 虽然是收购一些农作物的小商贩 那也是生意人 生意人的目的一般来说都是求财的 当然案发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谁也不知道 所以只要当时在现场附近出现过的人 都有嫌疑 警方后来找到了这个小商贩 商贩名叫刘李宝 他说事发当天 他的确在三岔路口附近的几个村子 收购芝麻和黄豆 但是他并没有途经 王进平被害的那条山路 而是绕旁边的路回家了 进路不走 走远路 这是第一个疑点 第二个疑点就是 当天我们发现他的时候 在他三车上发现了 他收购的芝麻 而案发现场 也有洒落的芝麻 绕路离开 却又在现场留下了痕迹 这样一来 这个叫刘李宝的小商贩 嫌疑似乎是越来越大了 但是当警方对他的住处 进行搜查之后 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证据 就连怀疑是凶器的秤妥 上面也没有血迹 虽然刘李宝的三轮车上 确实有芝麻 案发的时候 他也曾经出现过在现场附近 但是经过了一番调查之后 警方最终排除了他的嫌疑 三轮车芝麻 会不会是侦查方向 推向了插错 就在大家毫无头绪的时候 王静平的老公说 他刚刚想起了 老婆最后跟他说过的几句话 我就问他 你怎么到这边地方来了 他想说 那个人想他摩托车坏了 叫他过来给他帮忙 如此说来 在案发之前 王静平还跟一个 骑摩托车的人有过接触 那么会不会打人的 就是这个骑摩托车的人 这个人确实不能够排除他的嫌疑 可是这也不符合常理 按照王静平自己的说法 他是去帮这个骑车人的 帮忙还被打成了重伤 太不符合常理 当然了 也有可能当时在现场 还发生了什么别的事情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 就是要找到这个人 刚才我跟他讲了 那个情报的材料的 你能不能说 他说 那个人讲他是 讲他是派过去的 就是后天那个程度 骑车人跟王静平 说了自己居住的村子 这按照正常逻辑来推理 又说不通 一个人把人打了 或者是企图打人 他会自爆家门 这可不是我家小说 而且呢 王静平说这些话的时候 脑部刚刚受到了 严重的击打 半昏迷状态下说的话 那个可信度到底有多大呢 还有 王静平的丈夫 是在几天之后 才想起来的 他的回忆 会不会也有偏差呢 应该是有交通工具的 至于是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是汽车 摩托车 三轮车 还有电动自行车 这个我们一直无法确定 警方不能够马上下结论说呢 有这么一个嫌疑人 但是警方认为啊 当时确实在现场 出现了一辆交通工具 于是顺着这个思路呢 警方决定好好地查一下 这辆交通工具 专案组立即决定 扩大监控视频的调查范围 重点排查监控下 路过的那个 驾车摩托车的人 通过这个以车找门 来突破案件 在距离案发地点 1000米的监控录像当中呢 我们发现了一个身穿 橘黄色衣服 骑着红色摩托车的 青年男子 调查发现 这病男子的确是 白果树组的人 名叫孙汪乐 20岁 在一家维修店里面 做水电工 孙汪乐说 出事的那天早上呢 他骑着摩托车 去店里上班 因为没有什么工作 8点多就沿着一条 水泥路回家了 回家之后呢 躺在床上 用手机看小说 看了一会儿就睡着了 下午2点左右 他去镇上的网吧 一直待到了晚上 最后我们侦探员呢 对他所讲的这个网吧呢 进行调查了解 发现呢 跟他讲的 当天上网的这个情况 是相似的 年轻人 摩托车 这和王近平受伤之后 给丈夫提供的信息 是一致的 警方通过监控视频 也找到了这个叫 孙汪乐的年轻人 孙汪乐跟警方 详细交代了 自己当天的行踪 通过调查呢 警方发现 他所说的上网的事情 是有人证实的 但是没有人能够证实 孙汪乐上午的行踪 于是呢 警方对孙汪乐 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孙汪乐他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很丝丝纹纹的 一不讲话 很孤僻的一个年轻人 从主观条件来讲 孙汪乐呢 四肢纹纹的身材单薄 怎么看也不像是 凶残的杀人凶手 从客观原因来讲呢 他和死者王近平并不认识 更谈不上有什么矛盾 莫非又找错了人吗 就在这个时候 警方接到了一个 关于黑芝麻的消息 孩子过来踏板上 我扔个头就插 插头就夸不着 我扔不出就不晓得 就刚留着芝麻 这个村民讲 芝麻是他去镇上买的 回来的时候呢 刚好路过出事的那条山路 当时呢 已经有警车在那里勘查了 这芝麻和三重车 和这些案件没有关系 莫非凶手就真的一点蛛丝马迹 都没有留下吗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老人家向警方提供了一个线索 这个麻子 这个附近 经常喜欢调戏妇女 而且是单身汉 老婆也跑的 有点小偷小摸的心 老光棍品行不端 那么这起凶案 会不会是跟性侵有关呢 老人说了 麻子 以前曾经因为盗窃入狱 出狱之后 不工作 整天是游手好闲 而就在案发那天呢 有人看到过 麻子在案发现场附近的水库 如果钓过鱼 如此一来 这个麻子的嫌疑就大增了 那么会不会就是麻子做的案呢 林役光棍消失 家有疑似凶器 是巧合还是畏罪潜逃 刚走不久 家里有很多类似锤子的钝器的工具 几次三番说谎 供词前后矛盾 文洛青年为何如此反常 像我们描述的 待了很长时间 也是有矛盾的 不可思议的白日杀鸡 拍案正在播出 这显然是一条极具价值的线索 得到了这样的线索 当然是在最快的时间里 要找到这个麻子 警方很快赶到了麻子的家里 但是这个时候 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门口边的水瓶里 水还在冒着热气 显然人刚走不久 刚走不久 家里有很多类似锤子的钝器的工具 警方找到了他的家 他却在之前不久走了 这时间真有如此巧合的事情吗 莫非是麻子得到了什么风声 畏罪潜逃了 警方决定先对麻子进行调查 尝试通过监控 来还原麻子当天上午的活动轨迹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警方意外地在视频中 又一次发现了身穿橘黄色衣服的孙汪乐 孙汪乐之前在接触警方调查的时候说 他整个上午都是在家里的 可是最新发现的监控视频显示 孙汪乐10点54分 也就是王静平遇害之后不久 曾经出现在了一条公路上 虽然这个地方距离案发现场有一公里远 但是这个发现就代表着孙汪乐说了谎 孙汪乐为什么要说谎呢 他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段出现在了监控里呢 他到他舅舅家去了 然后返回家里的途中经过了那个卡口 孙汪乐的舅舅说 案发当天的11点钟左右 孙汪乐的确来过 但是没待多久就走了 至于外甥之前去了哪里 他也不清楚 像我们描述的 待了很长时间也是有矛盾的 那么孙汪乐在到达舅舅家之前 到底去了哪里呢 在我们的不断劝说和鼓励下 孙汪乐终于开了口 说出了他撒谎的原因 孙汪乐说 案发的那天上午 他回家之后觉得无聊 所以十点钟左右 他骑上了摩托车出去了 当时他骑着车途经案发的路段 看到了倒在地上 已经昏迷不醒的王敬平 第一个就是害怕 第二个就是想躲得远远的 之后呢 他没有了心思再去镇上上网 就从小路绕了出来回家了 回家的时候呢 正好路过那个卡口 后来由于害怕这件事情 给自己惹来麻烦 所以呢 他就隐瞒了外出的真相 虽然孙汪乐好像很合理地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撒谎 但是自相矛盾 他能很准确地向我们讲出这个被害人的衣着倒地位置 就连他当时穿着鞋的颜色等等 他都那样很细微的细节 他都能很准确地讲出来 这孙汪乐说自己因为害怕才撒谎 然而呢 他就能够细致地描述出当时王敬平受伤的情况 这很明显啊 孙汪乐试图用一个谎言来掩盖另外一个谎言 为了验证孙汪乐证实的真伪 我们呢做了一个实验 我们骑着摩托车从这个孙汪乐家出发 经过案发现场 然后呢从公路的监控位置沿着河坝回到孙汪乐舅舅的家 实验发现呢 按照正常的速度 整个路程只需要15分钟 但是孙汪乐就用了一个小时 中间那45分钟的时间差 他到底又做了什么呢 他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谎呢 专案组决定依法对孙汪乐家进行搜查 果然在他的摩托车后备箱中找到了一把锤子 不过呢锤子上并没有明显的血迹 警方还是把锤子送去了做微生物检验 搜查的时候呢 警方在孙汪乐的手机里发现了他浏览过的一篇暴力小说 当中的一段内容竟然和案发现场出奇的相似 我当时我就特别震惊 刚好这个小说上所描写的这一段 跟我们这个案件上有惊人的相似 几天之后检验结果出来了 孙汪乐的锤子上检验出了死者王进平的DNA 档案之后没多久 孙汪乐就交代了确实是他杀害了王进平的事实 孙汪乐交代说 案发那天回到家之后的他没什么事 就想去网吧里上网 但是呢走到出世的山林小路的时候 看到了正在河边洗西瓜的王进平 孙汪乐说 这个时候他突然产生了一个想要打人的想法 向来老是本分的王进平跟着孙汪乐向前走 途中呢 他还问起了孙汪乐的家住在哪里 两个人走出了一百米之后 走在前面的孙汪乐 就悄悄地往后退了一步 他举起了手中的锤子 孙汪乐为什么要残忍的杀害并不相识 还热心帮助他的王进平呢 动机就是因为玩游戏玩的比较多 玩疯的 经过审讯警方得知 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孙汪乐因父亲坐牢 而背受同学们的冷落 从此自卑的心理是越来越严重 后来他又在网吧里边痴迷上了游戏 只有在虚拟社会中 我暂时地变了 然后我就取得第一眼 令人震惊的是 孙汪乐想模仿游戏中打人的想法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很不理解他有这种作案动机 在我的印象中 这种事情只发生在网络世界里 或虚拟世界里 或者电视上 但是没想到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几天之后 警方得知麻子已经回家 当天只是因为有急事外出了 他跟这起事件没有任何的关系 孙汪乐被法院判处死刑 已经被执行 没有任何仇怨 没有任何纠纷 甚至没有任何关系 把一个企图帮助你的人杀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罪恶 面对这种恶 我们已经词穷了 灭绝人性 不足以形容这种恶的程度 哪怕在动物世界里 同类也很少会猎杀同类 哪怕是凶残的食肉动物 它的猎杀也大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食欲 生活的不顺 不是伤害他人的理由 缺爱更不是凶残的借口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 接下来您关注我们都市频道 全新开播的大型户外旅游竞技真人秀节目 环游江西 最红的当家主播和最神秘的嘉宾 一起完成最刺激有趣的闯关任务 全新视角带您畅游不一样的江西 每周六晚上的8点20不见不散 我们明天见 独居老人 为何会在家中意外死亡 取款的神秘女子 是否就是杀人凶手 致命的妒忌 培养明晚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